為了學學生提早發家家庭慶祝有意義一項 當市第四周 自行七探中心和提案四環中心 就利用後到高中 後港豪富的空間來規格 6月30號 市長為替和教教 副教長頂郎 慶祝教長 甲拜客人 請接牌 請來您掌聲鼓勵 對於未來的職業發展方向 對未來這裡的興趣 能夠越早發現 越早投入 越早有成就 因此很高興我們執押探索中心 第五座的執押探索中心 在我們家裡國中後港校區 能夠發聲 第一座 當然我們看到後甲國中的店的部分 還有六甲國中的部分 還有安順國中的部分 還有 對不起 我們這第四座 我們的家裡國中執探中心的設立 分別在各個面向 那將來也有機會 也希望說 校長在利用課外活動 或是校外活動的機會 能夠到各個執押中心來探索 讓孩子能夠找到他未來 許許許早發現 原來就有這樣的發現 在國中 國小 甚至於國中三年級 甚至於國小的時候 就能夠有機會 能夠接觸到各行許許多多的職業 那我們這個職業要探索中心 就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甲理區這家企探中心 選定以後 和水傘為主要的技術企探 隨著夏中華醫師科技大學 林輝宜傳 台南海師和北門農工頂頂各地來辦理體驗客廳 有個在這裡就增加兩千民宿的企探各位 竟然第一天 校長和學生 也都來體驗 能夠照顧 特殷包留主要正正經的學部學生 因為我自己沒有幫自己的弟弟包過尿布 所以這一次應該算是我第一次包尿布 之後我也覺得還蠻困難的 就是這樣我才可以體會到 當時爸爸媽媽到底是怎麼樣照顧我 這個執探中心是水產執群跟醫護執群 那是主要提供給國小五六年級的學童 那可以到國中七年級來這邊做職業試探的體驗 我們有情境教室 也有實際操作的體驗教室 就希望能夠讓他們在國小高年級 或是進入國一的時候 七年級的時候就可以對職業試探能夠有初步的了解 教室區開營第一天經過了解 目前已經有三個中央驅禍 到舉辦時另外在後面 六家跟安孫三個國中沒有得完的這群 歡迎學校擁有安排屬性來參加這幾個試探體驗 今天新聞 顧恩吉林跟彩虹報道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